港股4月見頂回落 樓市是否也很快會見頂 如果樓市見頂 樓價會跌多少又會跌多久 今集請來交引香港 首席經濟監察律師 樓價聰和大家分析一下 有些人就說 如果股市見頂 樓市都應該差不多見頂 首先看看這個 你的邏輯不對 樓市見頂 樓市見頂股市就會見頂 是嗎 樓市見頂樓市不一定見頂 剛剛反轉 你想想是不是 樓市見頂股市都是一定的 是 但如果樓市見頂樓市不一定見頂 上次便 總之應該要反轉 樓市見頂未來 差不多 差不多 不是港幾年而已 但現在越說越升 為何這次你會覺得是見頂的 你每次問 其實結局的原因 是同一樣 都是各個基本因素 這些東西太貴了 樓價太貴了 即是你問一個股佬 他和你判斷 判斷市到尾 他是從PE的角度看 是嗎 除非你叫他亂車 如果他不是亂車 他有根據 便從估值角度看 是嗎 問個別股票 就看個別股的PE 問個市就看個市的PE 你現在是一樣的 樓價 照答你 其實一樣有那些Ratio 那些Ratio都很貴 貴過之前的頂 已經 要有甚麼盡量去當 你不是把Ratio和1997年頂比 和1997年頂比 和1997年頂比 貴過了 所以 貴過了 不代表會見頂 是嗎 那兩次見頂 那個Ratio都是差不多的 那你這次都高過他一折 這個危險程度 其實比那時候那兩個頂 即到頂的時候 其實是總監危險的 因為太貴了 所以應該會見頂 其他一些 例如 那你經濟學會這樣教的 你價格太貴的時候 那個需求又會減少 是 供應又會增加 是不是 是 需求減少供應增加 其實也正在發生 正在發生 供應增加這個數字 已經寫出來 是 需求減少這個 你看到那些 那些成交都靜了 是嗎 其實經濟那些 有關係嗎 其實如果外圍經濟發生了一些事 令它跌 這些就是觸發的成果 是 第一 應該沒有甚麼機會 沒有甚麼觸發 甚麼都知道 甚麼表面看 風險處處 是嗎 有甚麼風險 到處都有樓價貴的成果 到處都有債務過高的問題 是 是 但那些都要有東西觸發到 那邊爆這邊 商品價格不斷下 和這個新興股市不斷下 其實 或者新興貨幣不斷下 這些其實已經是一些 不好的正事 所以這些東西會 有機會觸發到樓市點 你想想 如果商品價格不斷下 很多地方的物價都沒有增長 甚至通縮 甚至通縮 因為這些價格其實不是割裂的 不是無關的 是 大家投資的時候 你是騰騰騰騰騰騰騰 一個市場會影響另一個 比如某一個人很有錢 或者某個基金很有錢 他投資了很多個市場 你一個掛了工具 他是不是要斬低哪裏 去填數 所以很多時候 一個市場跌跌都會跌 跨資產界別的市場會是這樣 跨國的市場 同一個資產界別的跨國的市場 又會這樣 這些叫納貨幣 你一邊的價格會跌 你會扯到另一邊的價格會跌 你預計 現頂應該可能 股時間 那只是短估而已 真的短估 你週期計 香港人流價大概是16、17年 上次加16、17年也差不多 差不多 1997年、8月加16、17年 剛剛沒有 剛剛沒有 三下到明天 春天最多 如果純計算就這樣算 照計算 你8一同1997年 又是加16、17年 8一同1997年 又是加16、17年 如果這樣 你講過美國加息 色律政控關係 加得那麼輕微 沒有關係 總之是美國 他加息不是完全沒有關係 他加息是壞了投資氣氛 他本來全球都說良寬 各個都非理性亢奮 或者理性地亢奮 什麼都好 你突然說收了 你收的時候 他主動叫結束派對 大家一下子 氣氛會轉變 甚至預期都會轉變 那一下子 觸發了流價回頭 但如果今次下跌多少 三分一到一半 三分一到一半 這個數字有沒有推測 還是純粹是一個估算 基於以前的估算 所以今次應該 如果今次真的下跌 就不會是純粹輕微 現在的人都說 現在比以前好 每個人都要有錢 當是 你當是低那一半 其實你都這樣想 你看到各項的調整 通常是兩成以來 幾百分之有 十幾百分之有 通常股市也好 樓市也好 大家都有一個默契 兩成是一個threshold 你不過就當調整 一個會觸發很多人扔出去 你一個兩成 一觸發一些人扔出來 那就不止兩成 三分一 對 所以三成是三分一 這個是最低消費 如果是這個 但如果今次見到頂 就不是一個回調 真的想想 即不是兩成以來 你如果今次還是 好像零七零八 只是一個調整 即是再升 那已經很高了 即是那些fundamental 那些racial 高過了九七和八一 大致 甚至那一倍 但有沒有機會呢 行不行 沒有說不行 即是PE 你說二倍 四十倍都可以 沒有說不行 但你又要看客觀環境 你客觀的環境 現在都不好 是吧 周圍都 陸續續有事出 可以這樣說 是 那 你就算自己的樓市 都有一些不對勁 那些零售鋪 現在真的 真的搭車走過 看到那些人多了很多 是 是 這些是symptom 你不理會他 你只看不到就說沒事 你如果要小心眼 這些是不對勁的徵兆 那 數時間 其實又夠時間 股市又好 樓市又差不多 樓市十六七年應該是周期 股市大概六至八年 是 這麼巧 兩個都算出來 都是這陣子 都是這陣子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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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用時間和空間去量度,其實也有點危險 問題是有什麼東西把他放進去 如果沒有東西放進去,他就會繼續 藉口的東西,事後一定有的 事先知道什麼東西要放進去 事先不知道,但你不要說沒有 因為現在擺出來的排名,很多國家的經濟都不好 都有很多脆弱的環節,即是缺乏連結 要是債務,要是可能樓價太貴 要是可能資產寶貨 要是可能有一些長遠不利的因素 你現在沒有,就看不到 但可能太長遠就不理會了 他所謂的長遠因素,他不是有即時性的危險 但有些東西撩他出來,撩他爆發 他爆出來,他又可以是很嚴重的 即是有些隱藏,你隱藏在那裡,他又沒有東西 那你不病,他便不出來 你一病,抵抗力差,他便不出來 其實是這樣 通常跌就三四五六年之間 都是據過往幾次經驗 還有《This Time is different》那本書 也有統計過全球百多年 很多國家的樓價跌的時間 都是三四五六年左右 平均是四點五,區區區計算 香港是三至六年 總之 你自己想,那幾年的中間會有些急 就算T等於零 你當是現在或是明年頭 你數起幾年 其實中間是哪裏 你自己都可以計算 就當你明年2016 是4.5萬,2020至2021 就是這樣計算嗎 如果你今年尾或是明年頭開始 他又是說不是一個很厲害的跌幅 即是三分之一半 我懷疑就不用跌六年的 即是三四年 三四五年那隻 我猜可能是 即是低那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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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